香港立法會換屆選舉即將在週日登場 然而立法會從1997年以來 一直沿用的五片養死青花瓣香港區徽 已經被換成了紅色五星中共國徽 這是根據今年10月 中共全國元大修訂的國旗法及國徽法 新一屆議員宣誓必須懸掛國徽 向中共宣誓效忠 中共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呼籲港人投票 還說投票是對一國兩制的堅定信心 然而根據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 週一公布的民調指出 有32.8%的受訪者表示不會投票 大於一定會投票的30.8% 投票意願創下了30年來的新低 香港民意研究所民調指出 近九成自身民主派的選民認為 沒有值得支持的候選人 英國政府本週更新了香港半年報告 批評北京當局修改香港選舉制度 立法會席次從70席增加到90席 但是地區只選席次從35席減少到20席 而今年9月新增的選舉委員會成員 幾乎完全屬於建制派 不僅擁有提名權 內部還能產生40席立法會席位 將來到星島日報前總編輯何良茂也發出批評 立法會選舉沒有給香港反對派應有三政權 所以不符合國際定義的民主選舉 所以英國不會承認立法會選舉結果的 原定去年舉行的第七屆立法會選舉 民主派發起35家初選遭到指控攬超癱瘓 政府導致55人因此被捕 直到目前至少還有10位上線民主派議員在押 新航亞太電視江紫陽編譯